电动执着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协助破案的安纯 远警阿信是警局里出了名的好心肠 它不只经常帮助同事 遇到有困难的小动物 它也都会义无反顾地出手相助 信哥 为什么每次要去乡下办事 你都自告奋勇地说要一起去呀 因为乡下经常有人在抓小鸟 我想趁着外出的机会 看能不能顺便多解救一些小鸟 那些人要抓鸟就让他们去抓 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情 你何必多管闲事呢 话可不能这样说 如果我不管的话 不知道会有多少鸟因此而丧命 你说 这攸关性命的事 我怎么能不管呢 信哥 你还真是菩萨心肠啊 在乡下 总会有人设置鸟网 来捕捉小鸟 老兄 你今天的收获怎么样 看起来好像不错哦 是啊 从早上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只鸟鸟了 等等再抓一些我就要收网 然后把这些鸟鸟拿到餐厅去卖 哎 你们在做什么 哎呀 警察先生 我们在抓鸟呢 是啊 警察先生 我们抓的都是鸟鸟不是宝玉类 我们没有犯法哦 你们有手有脚 什么行业都可以做 为什么偏要做这种残害生灵的行业呢 快把网子撤了吧 警察先生 我们只抓鸟鸟 又没有抓那些宝玉类的鸟 难道这样也不行吗 不是宝玉类的鸟 就可以随便杀害吗 更何况 万一你们的捕鸟网 伤害到了那些宝玉类的鸟 就是犯法了 快撤掉 好 好 我撤掉就是了 这些鸟鸟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 我准备把他们拿去卖了 警察先生 现在的餐厅非常喜欢收购鸟鸟 这可是正宗的野味呢 这样吧 这些鸟鸟 你多少钱卖给餐厅 我就用多少钱跟你买吧 姓哥 你要买这些鸟鸟 警察先生 原来你也喜欢吃鸟鸟 不用买了 我送你几只就好了 不 这些我全都要了 你看多少钱 这一袋有二十几只 警察先生 你要全买啊 是的 是的 我全都买了 那你吃得了这么多吗 谁说我要吃它们 我买下它们是要放生的 啊 放生 信哥 你每次都自己花钱买下这些鸟 然后再把它们放生 这样不是很浪费钱吗 不会呀 这些鸟都是有灵性的小精灵 刚才它们就是在向我们表示感谢 这么有灵性的动物 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可是捕鸟的人那么多 你救也救不完呢 只要是被我看到的 我都会尽力去救 并劝那些捕鸟人换个工作 人心都是肉做的 很多经我劝导的捕鸟人 现在都改行了呢 嗯 信哥 你心肠真好 我相信你的善心 一定会为你带来福报的 没多久 阿信升职为中队长 但就在他上任的第一个月 当地发生了一起盗窃杀人案 先前发生的命案 上面要我们一个月内破案 现在已经过半个多月了 这案子你们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队长 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头绪 是啊 队长 时间真的太紧迫了 而且这案子又发生在乡下 附近都没有监视器 调查难度又更高了 距离上面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要是旗线内破不了案 我们怎么对得起死者和那些对我们有期望的人民呢 队长 我们明白了 今天我们会再去现场一趟 看有没有新的线索 不如这样吧 今天我跟你们一起去好了 于是阿兴和远景们一起来到乡下的村庄寻找线索 队长 前面不远就是案发地点 附近的村子有五个 我们该怎么办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挨家挨户去问 我想一定会找到一些线索的 队长 这样做要花很多时间呢 哎 这我也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队长说的也是 那我们就先去最近的那个村子吧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飞来了好多只鞍唇 他们飞到了阿兴所乘坐的警车前 唧唧喳喳地叫着 哎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鞍唇呢 是啊 这些鞍唇为什么挡着我们的车 他们想做什么呀 队长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似乎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走 我们就跟着这群鞍唇好了 鞍唇引导着他们朝山脚下飞去 队长 你看 他们停在了那里 走 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好浓的酒味啊 他们是什么人 怎么会在这里睡觉呢 你们看 那里有包东西 哇 怎么这么重 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啊 快打开来看看 哎呀 这不是那起 窃盗杀人案所遗失的财物吗 他们就是嫌犯 快 快把他们靠起来 怎么这么重啊 警察 你们涉嫌盗窃杀人 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吧 真倒霉 警察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真的很谢谢你们 因为有你们 我们才能够顺利的抓到嫌犯 队长 这件事真是太神奇了 那些鞍唇竟然会提供我们线索 我想他们一定是在报答你先前的救命之恩 是啊 虽然他们是鸟 但也是有灵性的呢 经过审讯 那两位果然是窃盗杀人案的犯人 自然逃不了法律的制裁 而阿信因为成功破获此案 又再一次得到了嘉奖 你们慢慢吃 这些饲料是我特地买来感谢你们的 谢谢你们 为大狗送饭两百天 陈万兴是东路镇的一位村民 他在镇郊偏远的一座山上 承包了一块荒地 陈万兴用这片荒地来做点小生意 他还在这块地的角落种菜 爸 这么早你就出去啊 哦 我在山下那里开垦了一片地种菜 我要去看一看 哦 那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吗 可以啊 我们一起去 咦 怎么会有狗叫声啊 爸爸 好像是从荒地那里传来的 好像是哦 我们过去看看吧 嗯 好 奇怪 这里根本没有狗啊 是啊 我们都找了这么多遍了 还是没看到狗啊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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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的确像是从地底下传出来的 呃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时候 陈外星走过去井边 探头一看 枯井里有一只全身花斑点的大花狗 它正在里面大声地叫着 啊 阿凯 你过来看一下 我找到狗了 那只狗在这里面 原来它是掉进了这口枯井里呀 这片荒地有好几个像这样的枯井 它们就像是陷阱一样 我想这只狗是来这里溜达的时候不小心跌进去的 看它的样子 应该已经掉进枯井里有好几天的时间了 它看起来很无助的感觉 哎 真是可怜哪 我们快想办法把它救出来吧 爸 这口井这么深 我们该怎么救它 这样吧 我下去把它抱上来好了 来 你拉住绳子让我下去 爸 你小心一点啊 放心 没事的 哎呀 爸 这只狗好凶啊 它把我当成是坏人了 我要是现在下去的话 会被它咬伤的 是啊 爸 太危险了 你别下去了 嗯 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 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它的警觉心好重啊 如果有麻醉枪就好了 把它麻醉了 我们就能下去救它出来 可是 我们去哪里找麻醉枪啊 那种东西 只有狗摊贩才有 若是让狗摊贩知道这里有狗 那大化狗还有命活吗 你说的也是 还是我们报警 请警察来帮忙吧 哎 我们这里的警察公务繁忙 不要因为一只狗而麻烦了他们 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嗯 不过在想到办法之前 先找东西给它吃 要不然它还没被救上来 就饿死了 嗯 我这就去给它拿一些吃的 于是 陈万兴和玉凯 用几根铁丝 拴住一个碗 装了饭 用铁钩 把碗掉下井去 另外 还准备了一个塑胶盆 拿来装水 一起放下井里 嘿 你这只狗 我们好心拿饭给你吃 你还凶我们 再凶 我们就不管你了 这只狗还真不乖 差点把饭碗给打翻了 唉 没想到 拿饭给它吃 还要这么麻烦 真不想拿给它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既然我们遇到了它 那就是缘分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它活活饿死啊 嗯 也是的 它的确有些可怜 爸 它怎么不吃啊 喂 小虎 吃吧 这些食物是我们给你准备的 快吃吧 小虎 爸 你帮它取的名字吗 是啊 叫它小虎 不是显得亲切吗 看来小虎对我们可不怎么亲切啊 嗯 我看 我们站在这里 它是不会吃的 我们 还是先离开吧 嗯 从那天起 陈万兴和玉凯 便开始帮枯井里的小虎送饭 一天两餐 一餐午饭 一餐晚饭 有时候 陈万兴和玉凯在工地里工作 一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它们也会匆忙地赶回来给小虎送饭 日复一日 在枯井里的这只大花狗 渐渐地成为了它们家庭中的一员 中午咯 大家休息一下吃饭吧 哦 已经到中午了 小虎这个时间应该也饿了 是啊 爸 我们赶快回去再喂它吧 要吃饭了 你们要去哪里啊 我们要赶着回家喂狗 什么 你家里它养了狗啊 是啊 我们在枯井里面养了一只大花狗 养在枯井里 井里面能养狗吗 小虎 吃饭了 小虎你饿了吧 别着急 我马上给你送饭下去 现在它对我们比较熟悉了 已经不怕我们了呢 是啊 等它可以彻底地信任我们 我们就能下去把它救上来了 嗯 那就是救它上来的时机了 陈万兴 陈万兴父子俩给小虎送饭有两百多天之酒 而这只大花狗也渐渐地熟悉他们父子俩 小虎 小虎 我们来了 现在它已经不怕我们了 是该把它给救起来了 嗯 这一天 陈万兴父子找来了帮手 他们要用绳索将小虎从枯井里救上来 这就是你说的养在井里的狗啊 对啊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它就已经掉进去了 两百多天了 我们父子俩一直坚持一天两餐地喂它 现在它已经完全相信我们了 所以我想把它救上来 嗯 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是啊 坚持送饭给它两百多天 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哈哈哈哈 没有了 其实很多人碰到这种事情也是会这样做 为了这么久 彼此都会产生感情的 来 把我放下去吧 大家将陈万兴缓缓地放入了枯井里 小虎 来 我救你出去 哎 哎呀 真棒 救上来了 对呀 这阵子真的辛苦你们这对父子的 好了 小虎 你自由了 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我想啊 它已经离不开你们了 是啊 这两百多天的时间 让它也对你们有了深厚的感情 它已经把你们当成它的主人了 是啊 爸 我们就留下小虎吧 它要是走了 我还真的舍不得它呢 嗯 小虎 走 我们一起回家吧 不管是狗 还是猫 或者是其他动物 只要我们对它们表现出和善的态度 它们也会有感受的 相处久了 它们对我们人类 也是会真心信任的 还会是伤害了 这一段时间 我们接下来 不会的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对异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制野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延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泰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一千四百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一百名四只的狗 以及一百七十一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属不同互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迷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之门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之发出的声响也不分选智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母后的围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无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智慧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妖宁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禁止外 速度不能吝点赞 订阅 从来以负责之流入走 唯色赞 订阅 是弄方 积重增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样记得先见喝了 在我身上的朋友和他一起去 在外面中有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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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中有可能 在这种形象中和那种形象的形象, 我们认为好的形象是这样的形象, 我们都有一种形象, 是这样的形象, emte mer arkadaş temte meriendom bazan bazan a ba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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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這些潤壁眼鴻都修好似的 相就 бер 那些東西 然後有幾次回應 女性良多年生活 這個人 Monroe內的所有的人 讓今天 美國老闆 這個人 這個人 同樣的 從前 gonna 質疑当的同学说 只有以外公使用法 就有点允许用法 推荐它的双方式 用理贯给亚无 그다음에 而是发挥的双方式 给亚无 段兴许用法 但以前的20個人時,自己 根本的史上,案上的文章 他們的文章,本來不斷,因為這些文章有多種建築的文件 所以在他們的文章的人 他們的文章有很多人見過,那樣的文章 我們以後是很好的文章 我们在社会上, 整个人没有做过。 我们在社会上, 上海中, 上海中的日本人, 上海中的海中。 这种人都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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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要去那些人 我希望你能看到 那些人都在那些人 我希望你能看到 我希望你能看到 那些人都在那些人 我希望你能看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